民政部出台了一份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 那么这份文件明确的规定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 那么是不是说纹身代表着一个人的好坏呢 纹身的一定是坏人 好人就不会纹身吗 难道现在我们区分好人坏人 不用看人品只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纹身就好了吗 其实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跟花花草草都是一样的 哪里有什么好坏之分呢 哪里又有什么善恶之别呢 你想欣赏花的时候 那么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 可如果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一个小的草坪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草又是善良的 草坪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给除去了 那么这种善恶都是由你自己的意念产生的 所以错误的不是花花草草而是你的内心 我们都知道黄金在人的手里是宝贝 那么肯定是善的 而如果把黄金放在人的胃里 肠道里那么就会堵死人 那么他又变成恶的了 粪便在我们人看来是脏的 是恶臭的 那么撒在庄稼地里就变成了很好的肥料 所以说善恶只是一种现象 善恶的本身是没有分别的 都是因为人的私欲 人的杂念 才强行把事物分出善恶 然后再给贴上一个标签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对立和矛盾 这些强加的善恶和矛盾 反过来又束缚住了我们自己 干扰了我们 蒙蔽了我们本来具足的良知和本心 所以说纹身不是重点 心脏了才是重点 我们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那么花朵受污染了 说明是这颗花朵的根部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才导致花朵非要去纹身 那么花朵长成什么样啊 重点在根部 因为根部吸收什么样的营养 花朵就会绽放什么样的色彩 那么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那么这个花的根部是谁呢 知道的评论区留言 感恩大家 我是优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